所以接下來,每一組的市票只會少,不會多 Anyway,你們就說咬緊這件事,是你們的路線遵循 北京,建制派,喬妖,楊,李光地,解釋的路線遵循是什麼? 既然每人都有票,這個就是普選了 以後那些全部可以限制提名人 工業界提名五個,操縱了,你就選一個 提名,篩選,是經過功能組別 這一個,我告訴你,他們那些好在民主黨 人多,口雜,終於說了真心的說話出來 這個是司徒華說的 人多 司徒華在星期日他怎麼說? 他如果功能組別搞到好像這個這樣的選法 這個叫功能組別千州萬世嗎? 這個叫消滅了功能組別 這個功能組別是經過篩選來選舉,三百多萬人選 在司徒華的心中就是消滅了功能組別 這是他親口說出來的 這段應該是禮拜一早上的 Cable說出來的 我們現在還在精琴粉 有人可以錄下那段影片 這個意見不是他一個人說的 有幾個他的議員都是這樣說的 張文光,在他的文章裡面 我告訴你,鬼發後尾枕 已經除說不說取消功能組別 他變成了解決功能組別 大家明不明白這些字眼的分別 即是將他現在受人救病的小圈子 投票的方法解決了 他不會用錯這些字的 明白 還有他用改良議案 其實改良這個字可遠可遠 因為中國近代史裡面有一個爭論 就是改良主義和革命之爭 一貫共產黨的做法就是 將它的定義改變了 避免了問題 改良的字,你要懂得讀微言大義 才行的 何以不說 一路大家說取消 你突然間不說取消 說解決才行的 我經常都告訴你 為什麼毛澤東那個 如果 按過去 按既有方針辦為止 按過去方針辦 變成大罪才行的 你懂得奪讀兩樣東西的分別 普通人當然覺得 按過去方針辦和按既有方針辦 有什麼分別 是有分別的 就是生死之間的分別 不用取消 用解決 就已經是預備功能組別 張明光是千周萬世的 就是張明光 你還有什麼說話可說 就是 最後的 是多了些選票 但是 不是 操縱到選舉結果 這樣 而且將它 合併 這個就是他們的路線圖 他一直說的路線圖 還有 你說是路徑遵循 結果是跟誰的路徑遵循 當然是共產黨的路徑 就是大聲的路徑遵循 到時你又是再屈服 再跟他的路徑 即是民主黨 聽你這兩天 他在立法會說話 他已經完全接受了共產黨的圖 你爭論就是三百萬人的路徑遵循 他爭論就是篩選和提名權 被限制的路線遵循 爭論到最後 你們的政策就是 拿一些好過沒有 於是又是遵循了 為何不再遵循了 你下次到2016年 再弄多十席 五席五席 這三百萬又分百五萬過來 譬如說 這樣是不是路線遵循 這個第二個民主黨的大罪就是 他過還過 你不能夠endorse 你endorse了他 去到 民主黨是無法吵鬧 你現在看分組點票連 直選那一部分都是過了半數的 這個變了現在政府 有一個很大的管治基礎 去到2014年之前 他還沒拿下一個政改方案出來之前 你有什麼好吵呢 政改 社民聯公民黨去攻擊政府的政改 你是不是要為政府的政改辯護呢 這四年裡面 公民黨和社民聯發動一些人去反政改遊行 你是不是要做對抗呢 因為整件事是提出來的 整件事是 即是我的立場 我告訴大家 明天會再和長毛做節目 我會再講 但我覺得 我要搞一個運動出來 就是要去唱衰民主黨 現在很重要就是要唱衰民主黨 因為他帶了一部分選票走 即是將香港的政治平衡 是徹底改變了 這班人 你是要搶回他們的人回來 搶回他們的人回來 就一定要 大家認識到民主黨的真面目是什麼 所以在這個時間來講 我根據中共的理論來講 內奸一定比內敵還要重要 一定要先殺內奸 你要知道什麼是策略分歧 什麼是原則分歧 你現在跟我說 在抗戰的時候 汪精衛走到南極組織政府 汪精衛說我最終都希望日本退出中國 我沒有放棄這個目標 汪精衛說我是愛國的 汪精衛說他是為了國民犧牲的 就像何俊仁現在說的 他是跳火坑的 日本人真的給了他一些東西 你現在不是一樣給了一些東西 日本人在自己的統治地方 畫了四個省出來給他 給他管 浙江江蘇安徽廣東 他是爭取老爺回來的 好像現在民主黨那樣 但是你跟日本簽一個這樣的和約 而這個和約裏面 不需要日本在中國撤軍 你就是漢奸 最後是去到最原則的那樣東西 是 以後就要政府他們做曲線民主派 這是一大問題 第二大問題就是 他完全不理會分裂民主派 你明知道你這樣做 有十幾二十個公投派 是當你是殺父仇人 都不用社民連三子去鼓動 根本上是那些人 因為那些為公投付出的那些人 直接覺得你是欺騙他 我想最生氣的是 一些投了民主黨很久的人 那些人是不需要聽電視 才會出來的 你現在不理這些人 他覺得 會失去舊選票 會拿到新選票 拿到民結聯的選票 你現在不是那個百分比裡面 有多少人贊成 那個政改 有多少人反對的政改 是在你的選民裡面 有多少人贊成 有多少人反對 在泛民裡面 有多少人支持 一向支持民主派 這五十幾個percent人裡面 有多少人贊成 有多少人反對 全香港來說 你就五十五比四十 但是那五十五裡面 有四十是民建聯的人 那些人 那些是關你事 那些反對都是愛國分子 於是跌下來 就變成四十比十五在泛民裡面 你是背棄了泛民的群眾 而泛民 你明知是會分裂 你不理會分別 這個何俊仁今天說 我聽起自然 其實就是 他是願意讓他分裂 讓他分裂 當然 再去爭取任何事情 很困難 你沒有一個團結的勢力 這個是最活該的地方 對方 連最後 連個勢都沒有了 對方建制派 其實任何事情都可以拿來搞 差不多為所欲為 很難監察政府 你現在我都說 在下一個政改方案出 之後你又可以做過 因為他騙了你 但是這四年你又沒得做 社民聯 都沒有人把出來做 你為政府護航 這個代價就是這樣 而且他還非常無恥 將責任推回公社兩黨 那裏 希望是脅持輿論 做出這個感覺 現在大家看見 所以北京覺得這一個 一舉 也轉了香港的政治版圖 所以出盡了所有的勢力 我講講蘋果的問題 蘋果為什麼會這樣做 誰會令到蘋果 轉態轉得這麼難看 早一天的社論還在反對 第二天的社論 立刻變成贊成這個方案